孙悟空是唐兄的三个徒弟中 入门最早 也是本领最大的 不管是从能力中 都是名副其实的大师兄 然而 猪八戒对孙悟空耿耿于怀 对大师兄的位置 普视眈眈 那么当机会来了 猪八戒能够把握猪猛 敬请收看大话西游第九集 大师兄之争 众所周知 每一个船队都需要有明确的分工 虽然分工不同 但大家的目标却必须一致 西游记中 唐兄的三个徒弟加上白龙马 也各自有各自的分工 这些分工并没有高下之分 但是 孙悟空的本领加上资历 做大师兄的位置 实在是理所应当 但是 人生往往是这样 看出顺理成章的事 却存在着很多矛盾和隐患 西田渠经团队也是如此 看似大胆咧咧不求进取的猪八戒 却一直在惦记着大师兄的位置 并伺机向大师兄发起了挑战 那么最终结局如何呢 让我们走进西游记原住 一起听河北大学韩田路教授 大话西游 敬请关注第九集 大师兄之争 有一句俗话 叫做一滴水 可以折射出整个世界 我们就先来看 这个小小的团体 在取经之初的时候 一件小小的事情 收服了沙僧 大概也就是仅仅 一个多月的这样的时间 那一天 唐僧骑在马上 走着走着路 忽然然后就抱怨起来 他就说 徒弟 咱们走了这样一天了 非常非常的劳累 咱们找一个地方 安息安息 你看如何 这个宋空听了唐僧的这个话以后 他怎么说呢 他说师父 如今我们是出家人 你怎么又说在家的话 我们出家人去取经 一路上风餐露宿 这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你又怎么会说安邪这样的话 紧跟着八戒 就接着唐僧的这个话就说了 他说 大哥 你这一个人空身的走路 你比不得我是吧 我趁着挑着这个担子 这么沉重 大家还是找个地方 先歇息歇息才好 大家同样是做师兄弟的 同样给师父做徒弟 怎么我就这么倒霉 担着这个担子 你看这里面什么都有 又是袈裟 又是经书 又是换洗的衣服 什么东西都在我这 咱们还是赶紧要谢谢才是 然后悟空就说了 我听你的话 怎么有点抱怨的意思 八戒说我不是抱怨 实在是因为我这个担子太重 另外师兄 你看咱们这匹马长得这么高大肥胜 担师父一个人 岂不是有点这个曲 他的这个能量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你让他替我担一点东西有什么不好 我这担子这么沉 悟空接着又说道 你不要攀他 他可不是一般的马 咱们各有分工 他原来是龙王之子 他的任务本来就是只是 驮着师父去须天取经 咱们各有各的这个任务 你不要去攀他 然后沙僧在旁边就说话了 他说师兄 咱们这个马真的是这个龙殿的吗 悟空就说那是当然 就说这是龙殿的 怎么我看他走的这么慢 悟空就说你要让他快也容易 说完举起金箍棒 在这个马前一晃 这个马怕松空打他 立刻撒开腿就跑 全速的奔驰 这个时候唐僧想拉住这个缰绳 都非常非常不容易 一口气跑了二十多里 这才勉勉强强算停了下来 当然他停了好大一会 然后八戒 沙僧 悟空 然后才渐渐的赶到 一见他们来了 因为我们知道沙僧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主要就是为了照顾唐僧的生活起居 他一看见这个唐僧 首先就要问师父 您受了惊吓没有 是吧 路上没有跌着吧 等等 嘘寒问暖 八戒 悟空也赶过来了 然后这个唐僧就开始骂这个孙悟空 说你这猴子怎么跟我开这样的玩笑 然后悟空又赶紧给唐僧道歉 说师父这是我的不对了 他为什么要给唐僧道歉 毕竟唐僧是他的师父 毕竟这是孙悟空犯下的错 毕竟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唐僧会念紧箍咒 这是西天取经路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插曲 但是他所反映出来的信息却并不简单 首先我们可以看出什么呢 看出了这取经这个团体刚刚形成的时候 彼此之间的这样一种人际的关系 那么一开始这个事情是从唐僧跟孙悟空的对话开始的 我们注意到的非常清楚的是 在取经这个团体刚刚形成的时候 孙悟空身上那种凌人的那种傲气 那个时候他可以说是目空一切 目无下沉 根本就是眼中无人的样子 那么我们然后再来看 别人对悟空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唐僧是怎样一种态度 唐僧他的态度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也是非常不满意的 我们首先唐僧是团体里面的领导 是取经队伍的精神的核心 辈分是师父 那现在只不过自己说了一句很平常很家常的话 用得着你这个大徒弟在这唠唠叨叨的跟我说这些教训的话 所以我们看到在后边的过程当中 唐僧自始至终就没有再说一句话 直到后来马惊了 到后来时候拉住了马 然后开口就是对孙悟空的抱怨 你怎么会这个样子 这不跟我开玩笑吗 把这个马惊走 这个表现出来的是对孙悟空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不满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蓝路 我们发现西田渠经团队的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 而是充满着小小的劣迹 一个有着劣迹的团队 每次遇到一个真正的考验时 内部的这种矛盾就会发生 甚至可能会是爆发出来 正是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考验 团队的内部才会逐渐协调和统一 那么在西田渠经的路上 究竟是何妨妖怪最终给这个渠经团队造成了分崩离析的恶果的难 在收服沙僧的大概是第二年 那么那天师徒几个人走到了一处非常荒凉的山野的时候 唐僧忽然又说 我饿了 你先等一等 我去看一看 悟空说完之后 一个筋斗遮到了天上 首搭凉棚就四处看 看到这个南处有一片山 山里边似乎红红的 那是成熟不久的桃子 然后又从天上下来告诉唐僧 说师父 我看南边那个地方应该是有一片成熟了的桃子 你等一下 我去给你摘点桃子去吃 唐僧这个时候看 武功还是很听话的 心里边也约略的 就是离脚的火气就下来了 就说我们出家人走在这荒野之中 有桃子吃就是上上千的 你赶快去 然后悟空又叮嘱了一下巴结和沙僧 那么我去之后 你们俩好好看着师父 我这就去了 他就去了 他去摘桃子这个空 然后白骨精就来了 为什么白骨精会注意到这件事情 我们知道在西游记里边 这些妖怪就跟我们在动物世界里边的那些食肉动物一样 有着很强的这样的领地意识 所以这个孙悟空 这个在云头上呼上呼下的这个行为 就引起了这个地方的这个妖精 就是白骨精的这个注意 他呢也架起一阵阴风来到了云头上 看看究竟有什么事情发生 他往下一看就看到了唐僧 看到唐僧以后 他心里就非常的惊喜 为什么惊喜 因为他早就听说过 这个唐僧要到西天取经 而且他早就知道这个唐僧是金蝉子转世 吃了他的一块肉就能够长生不老 现在巨大的机会就摆在自己的面前 怎么能错过 但是当他希望能够俘获这个唐僧的时候 他又注意到了旁边有两个人在看着他 一个是巴戒 一个是沙僧 这个白骨精啊 是一个地位非常低 法力非常非常有限的这样一个妖精 他觉得靠自己的实力 是根本就不可能吃到这个唐僧肉 好歹他比较聪明 他想了一下 就从云头上下来 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个非常年轻美貌的少女 捉八戒在那看着 一看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孩子 非常高兴 马上就跳起来 跟人家对话 一开口就是女佛萨 你到这里来做什么 是吧 妖精变得这个少女 然后就回答道 我是来特地给你们送饭的 八戒也很高兴 轰轰张张就跑到唐僧这个地方来 说刚才我师兄在骗人 他在撒谎 他说什么远近 荒凉 没有人烟 你看这不就人来了 而且还是专门给我们送饭来的 唐僧并不太信猪八戒的话 他也起身 然后问这个女孩子 你是从哪来的 是吧 你来这里做什么 那个妖精 然后就说道 我是专门给你送饭来的 唐僧说 开玩笑吧 这荒郊野外的 你也不知道我们来 你给我们送饭 这怎么可能 一看唐僧这样问 然后这个妖精 然后马上又改口 然后又说 我丈夫他们在外面 我是给他们送饭 因为看到你们 然后才给你们送饭来的 正当唐僧跟白骨精 在这里边来回推剧的时候 因为唐僧并不想吃他的饭 推剧的时候 孙悟空出现了 孙悟空一眼就看出来 这是一个妖怪 上前不由分说 一磅就把这个妖精打倒在地 当然这下并没有打死 这个妖精 然后他的针身 然后从架着云走了 只是地上躺着一个女孩子的尸体 一看这个女孩子躺在地上 然后唐僧就非常的生气 说悟空你疯了 这就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你凭什么把人家打死在这个地方 然后孙悟空就解释了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人 他完全是个妖怪 他刚才说给您送饭 您看看他拿的瓦罐里边 这个盛的到底是些什么 结果唐僧低头一看 那里边根本就不是 女孩子说的什么面筋 什么米饭 满地都是蛆 癞蛤蟆等等这些东西 当然唐僧这时候有点相信 看样子 悟空还是救了我一命 那就这样吧 我且饶你一回 这个事就算过去了 但是这个妖精 看样子已经是下定决心和孙悟空死磕到底 不吃到唐僧肉 他是绝不罢休 紧跟着又变了 变成一个老太太 大概有八十多岁 颤颤巍巍的就走过来了 八戒一看 然后就说坏了 这是女孩他娘 肯定是来找他女儿的 我们怎么办 悟空在旁边就说 你别瞎说八道了 你看这个女的年龄 足足有八十岁 刚才那个女孩不过十七八岁 哪有一个女人 到了六十岁还能够生产的道理 这不开玩笑 这个人到自己面前来之后 还没有走到太近前的时候 悟空又掏出棒子 一下就把他打死了 这下唐僧就更生气了 开始念证 把孙悟空疼得又死去活来 念了一会儿停住了 又开始教育孙悟空 教育的无非就是那些话 我们都熟 什么我们出家人 扫地恐伤楼语命 爱戏飞蛾杀兆灯 如今你根本就不学好 就是你这样生性凶丸的样子 就是到了灵山又有什么用 你从哪来你还回哪去 无非就是这些话 这回孙悟空倒是很聪明 换了一种借口 说师父你要赶我走也可以 但是我就求你一件事 我跟你也跟了这一两年了 是吧 我想我这一件事你该答应我 说你什么要求 你呀就念念松鼓咒 把我脑袋上的这个紧箍 给我撤下来 我再走 这下把唐僧闹傻了 唐僧说当初观音教我就教我紧箍咒 没教我松鼓咒 我不是不给念 我是真不会 这时候 孙悟空就说既然不会 少不得你还是带我到灵山去 面见如来 唐僧也没有办法 好吧 我就再宽容你这一次 如果下回还有这种事件发生 我是绝不饶恕 白骨精的出现 让西田取经团队自身的矛盾 开始暴露出来 本来孙悟空身为团队的大师兄 主要负责降妖除魔 也终于在白骨精第三次出现的时候 把他消灭 并使其献出了原形 但是唐僧不但没有表扬孙悟空 还在孙悟空三大白骨精之后 把他驱逐出了团队 那么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文 这是一部平民的历史 他关注的是那些草根 关注他们的生活 关注他们的思想 关注他们的成就 这是一部畅销百年的底记 不要说是古代 就是现代 那也是个奇迹 这又是一部古代的百科全书 它是反映那个时代的全体全球 千年以后 让我们翻开孟极笔谈 一起去领略先人的智慧 带给我们的震撼和感悟 敬请关注百家讲谈 但是很快第三回就来了 这个妖精我们刚才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着韧性的这样的一个妖精 下定决心不达目的是绝不罢休 第三次妖身一变 变成一个鸡皮鹤发的老者 手里还拿着一个猪串 一边走一边念阿弥陀佛 唐僧一见心里面非常高兴 跟大家说这地方风俗真好 你看这人这么老了 走在路上还不忘记念佛 非常高兴 但是悟空又一眼看出来 他还是当初那个白骨精 怎么办 上前打死他 又怕唐僧念锦弧咒 但是不打死他 又怕师父危险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自己两次栽在他的手里 心中这口恶气要是不出来的话 悟空实在是不能够甘心 他想了想 自以为想出一个万全之策 就是自己上去紧紧的拉住这个妖怪 让他没有逃脱的这种可能 然后又把这个土地山神 然后都叫他居住这个人 在空中居住他 这个时候 然后才一手拉他 一手拿出棒 把他打死 倒在地上以后 因为这次是他的真身 倒在地上以后 很快就变成了一具粉骷髅 唐僧就觉得奇怪 你看这个人刚死 怎么他就会变成骷髅了 这个速度也太快了 然后悟空又跟他解释 他就是跟前边两番那个人 完全是一个人 变化了 想要捉拿师父 你想要吃师父您的肉 这时候唐僧也信了 这时候又是八戒出来 然后就说到师父 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 他就是使了障眼法 怕您责怪才是 他生性就是如此的凶丸 在八戒一再的拱火之下 这时候唐僧再次下定决心 说这次我是真不要你了 颠来倒去 把这个紧箍咒念了有二十多遍 把这个孙悟空的脑袋 简直就是勒得像个压腰葫芦一样 这才祝贺五天 说你走吧 这悟空这时候说 我走不是不可以 但是我走了 师父你身边无人 这时候唐僧就说到 谁说我身边无人 难道八戒 难道杀僧不是人 救你是个人吗 这个时候唐悟空又说了 是否我了解你了 想我悟空跟着你 帮你说八戒 帮你受杀僧 帮你克服了多少的危难 我们有句古话叫做 高鸟进梁宫藏 狡兔死走狗棚 现在你身边有人了 觉得你不需要我了 然后你就把我赶走 这个话当然让唐僧就更加的生气 说你就走吧 不要在这里啰啰嗦嗦了 我如果以后再见了你 我就跺到地狱之中 咱们永远不相见面 当然人气头上总是说这种话 后来他们还是又见面 这个时候 孙悟空一点办法也没有 一个跟头翻回了花果山 我想主要是两个原因使得八戒 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他大师兄 一方面就是说他确确实实 时常也看不惯这个孙悟空的若干作风 这个孙悟空总是对他的时候 那是好像言谈话语之间充满了亲密 呆子长呆子短 就算真是呆子 让他这么称呼 心里也会感到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他看不惯这个孙悟空那样的一种作风 另外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他和孙悟空之间有着一定的竞争关系 在他的心中 自己现在之所以屈居老二 就是因为现在有孙悟空这个大哥 只要把孙悟空赶走 自己就可以成为老大 成为大师兄 赶走孙悟空 我就是大师兄 他心中有这样一种观念 直接的证据就是 在赶走了孙悟空之后 那段时间 猪八戒还像模像样的当了一只大师兄 在当大师兄的这段日子里 猪八戒应该说是精神抖擞 意气风发 干得非常非常的带劲 这天又走到了一个地方 唐僧又开始说我饿了 八戒你去给我画点摘去 八戒答应的非常好 八戒说这个话非常有意思 他说师父你坐着 好好等着 放心 我这一去定然是 所谓钻兵取火寻摘至 亚雪求油画饭来 这话说的非常棒 很动听 这个话虽然说的是好听极了 做起事情来 却没有说的那么简单 荒郊野外的哪去找 一连走出去了十几里 扛着他那个耙子 还是没有找到 这个时候 心里边就开始犯琢磨 我平常就是看悟空 师父让他去画斋 他就能够画得来 无论到什么地方 师父一要 几乎是应生就有 那时候看着事情没有多难 等轮到自己的身上的时候 才发现不是这么容易 真应的一句古话了 叫做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不养儿不知父母恩 这个斋真是不好画 怎么办 想回去 想回去有疑虑 说我刚刚出来这么一会儿 现在回去 说斋没有画到 显得我不勤快 这样吧 我找个地方 不如休息一会儿再回去 一看我走了这么大一圈 才说没有画着斋 也显得我比较 有这种踏实干活 这种精神 这个猪八戒看来对这个领导心理学掌握得非常好 一下子就说不行 像你不卖力气一样 你出去磨蹭一会儿才过来 才说我实在是没有干成 师父觉得你尽力了 没有干成 也不怪你 八戒对这个心理掌握得非常好 他本来打算睡这么一小会儿就回去了 谁知道他是走路走累了的人 再说猪八戒胖点 可能也爱睡觉 所以往草堆里边这一躺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大概一两个时辰都过去了 他在这儿是睡了 唐僧在那儿饿着肚子 左等八戒不来 右等八戒不来 然后就派沙僧 说你去找找 看看八戒在哪儿了 沙僧当然就唐僧放在这儿 然后就开始去找 找出十几里外 终于在一处草丛之中 找到了正在那儿睡觉的猪八戒 然后把猪八戒咬醒 师父还等着你给他化斋呢 咱赶紧回去吧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蓝 猪八戒这个临时大师兄 不仅化斋的任务没有完成 回来后还发现 师父唐僧也被黄桃怪捉走 面对强劲对手黄桃怪 猪八戒和沙僧束手不策 结果是沙僧被抓 猪八戒临阵脱逃 取经团队即将瓦解 在此危机关头 大师兄的位置还没有坐热的猪八戒 不得不去请孙悟空归队降妖 那么猪八戒究竟是如何 请回孙悟空的呢 猪八戒架起狂风 飞了大概一晚上 然后飞到孙悟空那个地方 他见到了什么 这个孙悟空啊 当这个美后王 当的可以说是风生水起 一来就听见这个花果山这个地方 有人在说话 原来是孙悟空高坐在一个山崖之上 底下一两千小猴子跪在地上磕头 口里边说的是大圣爷爷 一下子就让猪八戒赶到 心里就很感动 这个猪八戒有的时候经常喊要回去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有后盾他有高老庄 就自己有那么一个后盾 他都把这个时长挂在嘴上 觉得我还有一条退路 现在你看人家孙悟空 人家当大王当的是风生水起 底下一两千小猴子伺候着 花果山所在的地方 是一片洞天伏地的情形 人家跟着唐僧去取经 人家是做出了重大牺牲的 我过去说那些话 做那些事比较起来看 我当初还真不是个东西 所以心里边就很愧疚 又不敢直接上前 于是就混在小猴子里边 朝上面磕头 别人喊大圣爷爷 他也在喊大圣爷爷 但是孙悟空眼尖 一看你想一群猴里边 啪个猪 他当然非常容易就看出他来了 他就跟别的小猴子 就把那个猪给我捉上来 然后猪八戒就被拖上来 拖上来之后 然后他就问 猪八戒你怎么也来这了 莫非老和尚把你也赶走了不成 结果猪八戒就说 不是我哪被什么贬了 没贬 你没贬你来到这干 说是师父想你了 他真的是很想你 他让我去打水 让我去画斋 总是不那么快 他就念叨起你来 说他非常非常想你 你跟我走一趟 孙悟空当然不信 当时也没有完全说破 然后就带他去欣赏欣赏山井 猪八戒这时候 实在是呆得心理压力太大 他说老和尚还在取经 还在等着我们 我们这就走吧 他以为随口一句话 孙悟空答案 那就走吧 然后就走了 孙悟空不上他这个档 是吧 他说如果要走的话 就此别过 兄弟请 我回去 这个猪八戒大惊失色 是吧 难道你不跟我回去吗 孙悟空说我不跟你回去 我凭什么回去 说老和尚想你 开玩笑 他怎么会想我 是吧 话说到这个地步 猪八戒觉得再待下去无意 往下走 当然 孙悟空不是说真的要放他坐 孙悟空后来一句话说得非常好 叫做 身在水连洞 新竹取经僧 他不过是给猪八戒点压力罢了 他看猪八戒走了 派了几个小猴子 就跟着猪八戒 果然猪八戒一路走一边骂 说毕马温怎么怎么样 我好心请你 你不去当和尚 你在这里做妖精 毕马温如何如何 当然这个话说完以后 小猴子马上就传给了孙悟空 孙悟空很生气 你把他给我揪回来 据使大家拉尾巴的拉尾巴 揪宗毛的揪宗毛 又把猪八戒拖了回去 这回猪八戒说了实情 这时候孙悟空又说了 我不是跟你们说吗 遇到厉害的要求 你就提我的名字 结果猪八戒并不呆傻 他一看孙悟空这个架势 他知道孙悟空是个急猴子 马上心生一计 他说请将不如激将 于是应该说是猪头一皱 记上心来 马上就给 就说 这个说我不提你的名字还好 一提你的名字 那妖精越发生气了 他说孙悟空是什么人 他有什么了不起 说现在他没来 他来了的话 我也饶不了他 我要剥了他皮 抽了他筋 啃了他骨 吃了他心 就算他猴子瘦 我还要把他剁碎了炸酱 这孙悟空一听这个气不打一处来 气得抓耳挠塞 他既然说话说得这么难听 我就不能不去降服他 然后又跟姐小猴子问不止了一声 他说你们在这里先等着 我去把那个妖精降服了我就回来 说完以后就跟猪八戒走了 孙悟空身在花果山 心在取经团队 他回归团队之后 马上挽回了取经团队的被动局面 王陶怪被孙悟空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搞定 孙悟空以实际行动 捍卫了大师兄的尊严 取经团队则避免了半途而废 突崩瓦解的恶果 那么孙悟空回归之后 取经团队内部发生了怎样微妙的变化呢 一级美猴王的故事 在取经团队内部的关系史上 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首先呢 是经过这次事件 唐僧对孙悟空的态度 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 他意识到在白骨精那个事情上 十之八九是自己出了问题 他对悟空的能力等等 有了进一步的确信 这是一点 那么另外从人情上讲 人家救了自己一命 从此应该说就欠了孙悟空 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人情 那么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他以前之所以要把这个孙悟空赶出去 是因为他尽管不喜欢孙悟空 但是他认为 自己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很厉害的徒弟 就是八戒和沙僧 以前孙悟空一个人能干的活 现在八戒和沙僧两个人加起来也能干 所以孙悟空显得不像以前那么重要 但是通过这个事情他明白 周八戒和沙僧和沙僧两个人加起来也还比不过孙悟空一个人的能力 西行的路上如果要是离开了孙悟空 看来这个惊还真有可能取不成 他把这个情况已经想明白了 所以从此以后他对孙悟空就多了几分信任 这个紧箍咒也不再常见了 他因为他已经意识到 并不是说像人们常常想的 这个地球离了谁都转 恐怕少了你这个地球转的还轻快一些 是吧 看来道理不是这个样子 孙悟空看起来他还是有他的独特的作用 是必不可少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猪八戒的态度 应该经过这次事件之后 猪八戒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转变 我们说猪八戒以前为什么跟孙悟空有矛盾 有的时候他会经常窜着唐僧念念紧箍咒 无非是两点 第一点就是因为他跟孙悟空两人个性不太相和 这个孙悟空老是捉弄他 张嘴闭嘴管自己叫呆子 这个孙悟空也是心高气傲 目无下沉 让自己很看不惯这个大师兄 这是一点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利益上的冲突 他觉得把孙悟空赶走的话 自己就能够当大师兄 我们知道大师兄在练习武艺的门里边 他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 有师父在的时候 师父当然是老大 师父不在的时候 他就可以执掌着这个教边 然后可以办这些门内的许多事情 所以大师兄的地位是非常非常崇高的 所以他觉得只要悟空走了 自己在这个团体内部地位就可以上升 但是当悟空真的走了之后 他发现凭自己的力量还真的就当不了这个大师兄 首先化摘这一件小事 他就明白了悟空的甘苦 而后来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 又让他非常清楚的看出了自己和悟空之间的差距 这个差距几乎是无法弥补的 怎么努力也赶不上的 所以他对这个大师兄也有点心服口服的这个意思 这是我们说八戒 那还有一个沙僧呢 沙僧我们以前说到 他其实本来就对孙悟空有好感 他的本领也不行 他能不能够就是说取得这个正果 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就是这个取经的这个行为能否完成 而能否完成不决定于他 决定于这里边那个真正有大法力的神仙 那个就是孙悟空 所以他从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对孙悟空有好感 那么当八戒把这个宋悟空赶走之后 沙僧是非常不满的 这个不满就表现在 这个吼了以后 半天没有划来这个斋饭 他问这个沙僧 这个八戒去哪去 这么长时间斋饭还没划来 沙僧在旁边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说了一次 在师父面前说别人的坏话 就是说这个八戒 他还管你 他肯定是出去有什么东西 他自己先吃了他才来 他才不管你 已经就非常清晰的表现出来他的不满 你想这么一个厚道的人都说出背后告密的这样的话 是吧 我们可以看看他对八戒实际上是非常不满的 而且八戒后来表现也让他失望 让他去画斋 他在那睡觉 然后两个人本来说好了一块打妖怪 他中间说要出宫 结果把自己一个人让妖怪那 让妖怪一把把自己裸走了 他觉得这个八戒无论如何是跟自己以前这个大师兄相比 差的是太多了 所以经过了这个事情以后 他的心和孙悟空贴得更紧了 而且以前的时候他很多的时候是根本就什么话都不说的 但在以后的时候经常在八戒杀孙悟空几个人意见有所纷争的时候 他会站在悟空的角度上替悟空去距离力争 所以他就成为这个曲经团队内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调和者 这个作用 所以说经过了这个事件之后 曲经团队内部的关系达到了一种新的这样的平衡 比以前应该说有了非常大的改善 向着这种一心一的路途上迈了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一步 这一集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从大闹天宫到西天取经 从齐天大圣到斗战圣火 西游记也可以看索是一部孙悟空的成长史 但是在逐渐成熟的过程中 孙悟空为什么是变得说话唠唠叨叨 做事越来越谨小甚微 甚至一遇到点困难就找别人帮忙 参考孙悟空的成长史 我们普通人在面对生活中的魔力和考验时 又应该如何从幼稚到他成熟呢 敬请关注大华西游第十集 从城墙到市弱